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些这些年我收集的一些比较不太常见的地生兰 我说的不太常见是指在我的生活环境里 在多伦多大家不常种的,几乎没有见过的一些地生兰吧 可能在他们的生产地,原生地的话呢,也许是很平常的植物 地生兰在全球呢,大概有超过两百种 我手上呢,有十几种 比较常见的呢,就比如说兜兰,美洲兜兰和亚洲兜兰 还有勺兰,另外呢,还有一部分的树兰 这些呢,都是相对来说呢,在我这里比较常见的 那我眼前的这些呢,就比较少见 这里呢,一共是九盆 那有的呢,比较新 有的呢,也已经有几年了 有的长得好,有的呢,还在挣扎中 先看这树最大的吧 这树呢,我有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呢,它最近呢,开始有花芽了 而且非常多,一共呢,有九个杆子呢,都有花芽了 这是折叶兰,Sobirilia 它的具体名字呢,叫做Sobirilia Poveria 去年呢,它开过一次花,但是呢,只开了两朵 我相信今年呢,它至少会有二十朵以上的花 因为九感的都有花,它的花呢,很特别,非常大,非常香 花朵呢,像是卡特兰,但是呢,它只开一天 早上开花,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呢,就没有了 花就落了,然后呢,同一个地方还会再有花包出来 接着再开,那我现在这一葱呢,大概有二三十秒了 眼下呢,其中的九感 有花芽 有的花芽已经 蛮大了,你看胖胖的 它本身的杆子呢,是非常细的 非常期待 我在同时呢,还有另外一株折叶兰 但是这株就很可怜了 在我手上呢,也已经一年多 看长得多小 一丁点 这株和这株大的呢,其实会长得同样大 事实上呢,这株小宝宝呢,可能还会成苗以后呢 还会比这株大的,更大一些 但是眼下它的模样呢,就很可怜 我估计两三年之内都不太容易看到花 下面看这一株吧 这一株在我手上呢,已经有几年了 并且去年呢,有作为我的年宵花 因为它的花呢,是大红的 而且呢,花期很长 从圣诞节一直可以开到中国年 花感呢,也很长 那今年呢,现在有两个新芽 那我估计今年可能会有 至少两杆花 甚至呢,有四杆花都有可能 它的名字呢,是Falclancy Cryptonite 我叫它红赫顶蓝 其实呢,它是赫顶蓝呢,和虾济蓝杂交的 非常好看 另外这个大盆 大盆里面呢,有三颗 一、二、三 这颗同样是这一株杂交的红赫顶蓝 和这一株呢,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呢,因为它来自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国家 那我想呢,有可能呢,会有不同 所以的话呢,我买了这三株 还没有开过花 期待今年呢,有机会看花 看看到时候呢,会不会有什么区别 下面这株呢,是虾济蓝 是一株原生的虾济蓝 我刚才说的那个红赫顶蓝呢 就是赫顶蓝和虾济蓝杂交的 这株呢,是原生的虾济蓝 它叫做Clency Vestita 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种虾济蓝吧 它的花呢,比较大 比较受欢迎 因为虾济蓝通常花呢,会小一些 这株的颜色呢,是白色花瓣 粉色纯瓣 这是我第一年有它 还没有看过花 它的这个Sudo Bob呢,也比较特别 是有棱角的 你看它不是圆的,它是带棱带角的 它在我手上现在有半年多了吧 或者更久一些 长了两个球 你看这儿,这个杆子 它是去年开花 花杆剪掉剩下来的 所以今年呢,我相信至少呢,会有两杆花 假如一个球可以有一杆花的话 它的花期呢,也很长 据说是没有香味的 我很期待看到它 因为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一盆呢,是白极兰 中国呢,就有大量的白极兰 不过通常最常见的白极兰呢 其实是紫色花的 那这一株呢,是白花白极兰 它的名字可能是叫做White Pearl 白极兰 今年还没有开过花 可能我放的位置呢,太阴了 我以前呢,有很多白极兰紫色的好大盆 但是我前年的时候呢 我想尝试一下把它种在花园里 因为据说呢,在有些地方它可以耐寒 我是说五区 因为我在五区 其实我后来查了一下呢 它的耐寒度呢,是六区 大概可以到零下十度左右 因为我种了好几年 所以我决定尝试一下 结果呢 一尝试就出了大错 全部都冻死了 那这,现在的这株白色呢 是仅存的白色 也是之前呢 分剩下来的一些小的囚禁呢 种下来 今年长得还算可以长大了 但是还没有开花 希望晚些时候秋天或者明年春天开花吧 另外呢 另外呢 往前看这一盆 这一盆呢 也是白吉兰 是我六周前呢 从荷兰网购的白吉兰 但是这株呢 是黄花白吉兰 黄花白吉呢 其实相对来说呢 也是比较少见的 最常见的是紫花 然后是白花 黄花 六周 当时买来的时候是两个球根 其中的一个呢 看起来是还好像是活着的 另外一个呢 完全干透了 我以为活不了 但是你看 最近呢 也长出来小芽 整整六周了 可能是 这个芽呢 应该是两三天前才长的 就是说 从我种下去 到长出来 花了五周半的时间 那 这一株呢 相对强健 这一株呢 看起来就很瘦小了 今年看花的可能性是 微乎其微了 但是我相信明年有机会 这是白花 黄花白吉兰 这个小盆里呢 是包舌兰 买了大概有 不到一年 大半年的样子吧 今年看花 可能不是太容易了 因为 买回来它就很弱 现在长得 同样也很弱 看起来 非常小 它的具体名字呢 叫做 Spazoglottis Far Out Freckles 它的花色呢 是黄色 上面呢 有Freckle 紫色的斑点 花看起来是很好看的 据说花期很长 但是呢 等它 长成成熟猪 能开花的时候呢 我猜也许不是今年吧 希望明年能看花 这是最后一盆 这一盆呢 就比较神秘了 因为我买的时候呢 也是网购的 我买的是贺鼎兰 这是一株原生的贺鼎兰 叫做Fires 我说我买的是网贺鼎兰 但是事实上 它来的时候呢 非常小 也是超过半年了 看起来呢 和我想要的呢 差别非常非常大 所以呢 我并不确定 这一株 它的名字是什么 或者它究竟是什么 但是显而易见 它也是地生兰 但是这株长得蛮快的 这是 大概是半年过去了吧 看起来比从前呢 大了许多 所以我也不确定 它究竟是什么 那谜底呢 只能是在开花的时候 才能揭晓了 因为我买的那一株 贺鼎兰呢 非常大颗 个头呢 超过一米 那现在的这一株呢 还不到一尺 所以的话呢 今年有没有可能开花 也不能肯定 但是眼下看起来呢 它长得还是不错的 所以的话呢 我相信至少呢 明年我是有机会看花的 这些呢 就是今天我给大家看的 我这几年收集的一些 比较少见的地生兰 那希望在不久之后 至少这一株折叶兰 我有机会 请大家赏花 谢谢 祝大家养兰愉快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CANADA MING PAO TORONTO